我可以把我Second Line 里面的Avatar 把它Pol到 Pol到我自己的Server上來 那這個都沒有問題 那也不是很困難的 但是你要Pol的很 因為這個 這個我們自己有在架 就是它View跟這個Server都是Open Source 但是你管理的那個Effort會蠻大的 可是如果你要往未來看 有那麼多人要上的話呢 那一定要往這條路走 而且它的這個 管理可能要變這個樣子 就是不是一個後面不是那一個都是由這個Linden 就是由這個他們Second Line 里面管理那個Server 而是我們Viewer 每個人都有 那我連到不同的Region上去 大概會比較像是這種的Chenary 在未來應該是比較可能的 那然後中間會有一個Domain 一個Domain LindenLine他自己 他的核心在這裡 那然後其他有一個Domain 一個一個 一個公司 這個是他在想未來的長相 大概會這個樣子 那 那這個我也不多談 好 那這個虛擬世界我就談到這裡 那後面Web2.0的我很快的談一下 那Web2.0的這個部分 那Web2.0可能大家都知道 所以有些我就不多談了 這個 因為時間的關係了 那這個是 大概兩三年以前 因為我自己在學校裡面開這個課 已經開了第三次了 Web2.0的課 那第一年開課的時候寫了一個對照的表 那 那其實 Web2.0的技術上面並不多 那主要是觀念上的 觀念上的這個 開放參與分享 基本上就是這些這些 所以大家會舉例子 舉Wikipedia 舉這些東西出來 那 那這個部分我就不多談了 那所謂3.0 4.0 之後也不多談了 那外賣裡面很重要的一個東西 就是Meshup Meshup就是 在中文是混搭 把很多東西 我都不是自己開發 把很多東西給搭在一起 搭在一起 然後 提供新的服務 當然這樣搭在一起 有好處有壞處 好處就是 那方面不用開發所有的東西 壞處 別人寫的你信不信任他 或者他 他合不合你的用 那這些 那 那最近這幾年 在Web2.0裡面的這個進展很快 那 所以現在Web跟過去差別 差異很大了 那 那很多很多的線上的工具 譬如說 Google有MeshupIT的YahooPipe 這些東西都變成什麼 都變成讓你在線上 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甚至於像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用過 那個Photobucket的這個相簿 Adobe的Photobucket的相簿 它上面的一個線上的這個工具 基本上 當然還沒有達到Photoshop 可是這小的Photoshop的工具 都搬到線上了 也不用安裝了 也不用 那都在都線上的工具 工具都在線上 那這些Meshup的這些工具 就外賣裡面這些東西 這進展的非常快 那每個大公司 都花很多力氣在上面 那 Google Yahoo Microsoft IBM 這些 他們都 每一個都有 當然不可能每一個都玩 那 但是這是一個趨勢 那 我們現在要做一個系統的時候 當然就會多借用這些 這些東西來幫我們的忙 那這個平台 那這些我就跳 因為我就把 因為時間問題我就把這個 我們我們自己做的一些實驗 跟大家報告一下 好 那我們自己 做在學校裡面做試驗的話 當然就是從 就是所謂一輪零二點 然後一開始的時候 當然這個是兩三年以前就是 就是由這個 對照 就是由這個 Blog開始 那 那所謂由Blog開始 就是我們不 不是只用這個學習管理系統 就是變成是 換句 如果講的 不精細一點 就是要求每位同學 上課都要 到在網路上參與 都要寫Blog 然後 那這個Blog 當然就是跟課程內容相關的Blog 那這個是大概 2006年我們開始做這件事情 那所以每一個課程都有Blog 做公告紀錄 同學都有自己的 然後 那Blog上面 那除了Blog之外 當然還有加上很多Web 2.0的 Meshive一些東西 其中包含了一些 社群文化的工具 好像Delicious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用 就跟如果是用中文 就像是這個 推推王啊 HemiDemi 這個 Hemi的 這個 但是我們是有做在 這個課程的相關的資訊 才做蒐集 才做 然後 然後有一些 有專題的做 用BaseCAM的軟體來做 那這個大概在2006年開始 來做實驗 實驗的不是 為什麼會做這個實驗 當然是跟計畫有關才會做 做了 做了以後 要做一些統計 做一些 那 那幾門課比較一下 然後 後來又繼續再做 另外學習 因為這個系統一直在演進 那又再多做一些 那 那這樣子 強迫同學寫 當然當然 他不願意寫了 好像要我寫我也不願意寫 我想要大家寫也不願意寫 那當然就會有一些這個獎勵啊 補救的機制 就是用 也不可能給錢 用分數 用分數的這個來 那 那這個 所以 那當然用系統上面 可以有一些 收集一些資料來追蹤 然後再互相的互評等等 就是 那這個實驗的 以那個課程 那當時的課程 第二週結束的時候呢 大概這個樣子 期末考以後這個樣子 那這個數字沒什麼意義啊 就基本上 同學被逼就會做 就大家結論是這個樣子 被逼了他就會做 那做得好不好呢 呃 有些做得不錯 我們在2006年的時候 如果你在用中文的 Google Yahoo search的話 收集到web2.0的 大概前面兩頁都是 都是那個課程的 弄得我心驚膽跳的 因為他很多同學是抄的東西 然後 然後有些人 他是因為他 他那個排到前面了 同學同學寫的那些文章 或抄的文章 排到前面了 那別人還不知道這個 別人在他 留在不知道裡面 問問題的 問了問題他自己都不知道 那還要 這個 所以這個 這就是衍生的問題之一 那這個 那後來 那我們就做一些改進 那 所以在當時是還 還OK的 那 至少 至少都在用 那當 當時有些 就有些基本的觀察了 那 基本上 同學參與的 比 比用封閉式 或BBS還要多一些 那大一的同學參與的狀況 比較好 因為他新一代的 像我們現在大一進來 稍微做個調查 有一半以上的人都有block 有沒有寫是另外一回事 但都有 都有block 大概四分之一的人有在寫 那 但是大一的寫的那些東西 比較不會形成貢獻 那高年級跟研究生的呢 參與的就是比較 他知道不能亂抄 不能說這個 所以就比較好一點 那當然如果有 有教科書的課程 就比較 效果就比較差了 好像有些必修課就比較差 全修課像 外包2.0這種課 就很合適 但參與也都集中在 這個教作業或小考之前 好 那是過去 那現在的狀況呢 那現在的狀況 我們 跟過去的樣子不一樣 這個學期 我們已經不用blog了 當然已經說blog也還在了 但改成用內容管理系統 用Drupal這個open source的這個 內容管理系統 那裡面 課程變成社群了 然後裡面 同學的 可以存的東西多了 他的筆記啊 他的相簿啊 他等等啊 就是一個portfolio的形式啊 那線上有一些戶品 Evaluation的這些機制在那裡 這是一個 另外一個共同筆記 這個待會再談 然後呢 我把這個YouTube 因為這個上課都有錄影下來 就把You 錄影就放YouTube 把YouTube跟這個Match up起來了 然後 然後課程的這個行事例 不看的啊 投影片下載什麼 那另外還加了一些 Social的啊 就是假庫 假庫我不知道同學 不知道有沒有用 有多少同學有這個 Twitter的帳號的 有沒有 Twitter 大家也都沒有 都沒有玩Twitter 就碎碎唸 那個Twitter 那這個我們用來 待會再介紹一下 一些社交軟體啊 Facebook啊這些 其實開了更多啦 但是 要求他們每一個人 都要有假庫 每個人都要 有假庫 塞克萊 跟這個 我們這個 SLS的帳號 這三個他們都 每位同學都必須要有 好 那我談一下這個 共同筆記 那共同筆記的話 是從這概念 是哪裡來的 共筆 其實很多地方都在用 那最多是醫學系 跟法律系 那他們為什麼會用呢 那 因為他們以前在大講堂裡面 要聽這個 一張幻燈片 一張幻燈片再放 那要聽這個 要做筆記 那就很黑 所以他們一個人 要拿三樣東西 拿三樣東西 望眼鏡才看得見 然後再來 手電筒 才能夠寫 望眼鏡跟手電筒 再一次筆 所以寫筆記很痛苦 所以 所以這個 共同筆記就是 分配幾個人 你寫第一段 第二段怎麼樣來做 那當然那個是 那個是那個時代 但是我們在網路上做的話 那事實上 那不就是Wiki了嗎 Wikipedia 不是都是這樣做的嗎 有點不太一樣了 那幾個不一樣 第一個是 那基本上 概念跟Wikipedia很像 就我們一搭一起來 寫個筆記 但是 他不是在 不是上課時候寫 課前 上課時候 課後都可以寫 然後 最大不一樣 這個結構 Wikipedia主要是一個名詞 一個名詞在做解釋 那這個 我們做的是 把它做成一個 這個有架構的 有架構的一個 然後 它 它有這個 互評估 有一個評估的機制在裡面 所以這個 共同筆記是這樣子的 那然後 當然 在共同筆記裡面 當然要加分 參與的多 然後這個就會加分 那 那 然後每一個